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Facebook OK 我們先讓聽眾進來 我看看光發生什麼事 讓我看到自己 我覺得光很奇怪 而且我覺得你的Camp太高 可以低一點嗎? 因為它是高炒 高度是... 高度不是很正常 我發覺你最近都教到Camp 是高炒的 你別這麼懶惰好不好? 最低的 阿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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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弄的? 對 對 你把腳抹大 這樣就可以 一字馬 天才 我現在分享她的生童 我現在分享她的生童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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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你們先等一會 我們是土法念降,我們這裡非常原始 謝謝你,我現在認一下聽眾 不如換點,有聲音 靜靜靜 OK 肥仔現在是用我的貓床去墊高 墊高那個,拿走一個Tripot 那你現在拿走Tripot下來就幫他練一字馬 你研究一下怎麼練一字馬 我又覺得不行,現在太對 你找到一個貓三文魚過來 你先拿一塊貓三文魚 哎呀,低B OK的 這樣 你覺得漂亮的那些是不漂亮的 所以你覺得噁心的那些就對了 剛剛撕一塊就是貓三文魚 對,那個Cuzoon 給貓睡的 這樣呢,就 OK,今天是有好消息 有壞消息 這樣高度就對了,肥仔 你看一下CAM 你看一下畫面 現在多好 現在 聽眾是不是覺得現在OK 正好 OK 仙頭好一點不是吧 仙頭哪個仙頭啊 真的 現在這個好很多 我覺得 不行 是嗎 你繼續做我的節目 繼續做我的節目 你要自己調高度的嘛 嗯 等一下 嗨,現在我們87人在這裡 OK,好了 就 有好消息 有壞消息 那麼 那麼 告白消息 就是 我個 寶貝仔 阿Baisel 就 過了身 突然之間過身 唉 那麼 我出了個post 的了 在forum上面 是分享我自己本身的 那個page 那麼 如果 聽眾是有聽開的話 你知道 你知 生同感受 前身 其實是如是我聞 如是我聞 是講佛教 講 術數 講不同的東西 這樣 那麼 今天我想 少少crossover 少少 講 關於 我的寶貝仔 Baisel 走了 那麼我現在 在做什麼 還有 如果大家有養 寵物的 如果有一天 都要面對這個情況 Which is 很痛苦 生老病死 是很痛苦 她 很小 她只有兩歲 多一點 她是8月17日出生的 2015年 其實是 未夠 未夠兩歲半 我 四月的時候 帶她看醫生 六月又再帶她看醫生 那時候就是她 柯尿有血 帶她看醫生 做了一大輪的body check 什麼都驗了 後來得出結論 就是她 不開心 我們在想 她什麼事 不開心 她還未淹 我們在想 她可能想找個盤 找個老婆給她 我不是沒有去找 我是找不到 這麼多年 因為她本身 賣給我的寶貝仔 有的貓 都是跟她有親戚關係 你不可以近身扮殖 我另外認識那個寶貝仔 就是 Rosemary Parsley 那個Breda 那些貓很漂亮 但是全部都淹了 很不開心 四月看了一次醫生 得出來 她不開心 心情不好 所以會 泡血 我們之後 好像我以前很喜歡 她躲在她的貓屋裡 很喜歡抱她下來 譬如有些客人過來 這裡 吃飯 想見她 很可愛 就抱她下來 勉強拔她下來 但是自從四月 醫生說完之後 都不敢這樣做 她睡覺 我們就任由她 在上面睡覺 不搞她 然後到六月 再回去看 因為覺得她瘦了 但是醫生就說 沒有啊 她不是瘦了 這樣 沒事啊 然後我就有提 我家裡的公人姐姐 多抱她 多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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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多疼她 多疼她 因為我公人姐姐 特別疼 對 蘋果 還有 這個人 這人 這個人 這個人 Rosemary 嗯 嗯 是不是 特別疼你 嗯 因為你幼稚 因為你小小 對不對 好了 媽媽要放下你了 嗯 不過在我放下你之前 你就在鏡頭面前聲嗨 先看看 看不看得到大家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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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放下來了 因為姐姐特別吃 Moseberry 和Parsley 因為Baiso 經常躲在 她自己的屋子裡 說她下來的時候 你要跟她玩 對她好一點 她的哀血是停了 我們就相信醫生說 她是因為心情不好 不開心 但那天 星期六的凌晨 我 那時應該是一點多鐘 我牆上有很多貓屋 不知道你們看其他節目應該有看到 我一棵牆 不是掛畫 就掛了那些貓屋 那些貓跳板 貓什麼貓蜜 那些貓蜜 托回她的頭 進去小屋裡 不要掉出來 我看到她沒有什麼反應 我想她可能心情沒有不想理我 我就拿了一些貓薄草 即是貓薄荷 撒在裡面 希望哄她開心 和她打扮 那時候還未到1點21分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呢 因為我立刻錄了一個音給我的姐姐 我就說你明天睡醒 就拿個貓袋出來 幫我看看 阿鼻鼻 即是鼻嫂 有沒有東西 然後我就說你睡醒 立刻看看她 我要帶她去看醫生 我不想吵醒我的姐姐 因為貓袋在她的房間裡 她睡了 她睡了 然後我三點多鐘 再走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她的姿勢沒有移動 我輕輕 我是想摸她 但我碰到她那一刻 我已經知道她走了 因為是硬了 我正在想說 其實我 如何放鬆一點 其實現在是她的 最後一刻 她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 所以才會 她三點多鐘 她已經硬了 但其實 我不是有心想捉她的 因為其實 對於一些 過了生的人 動物 好像我爸爸2015年過世 我另外有個女兒 貓女 2015年同樣 在我爸爸過世之後 三個月過世 那次我突然寫不出一篇 哀讀文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女兒 是我這輩子第一 過賣的貓女 那隻貓 我很多年前 那份工作 永遠都會飛 所以 我一個人住 又經常都會飛 我經過見到這隻 我當時的貓女 很喜歡 但是 我又不敢買 因為 我一個人住 我飛很多個星期 那怎麼辦呢 她 所以我每次經過 都可以看她 每次經過都可以看她 而且我那時候是 二十歲 又沒什麼錢 那隻貓又很貴 因為是金色的 Chinchilla 就好像 這條 小朋友 她是要站在我前面 所以我拿她來 給大家看 她這隻叫銀色 就是白色 其實叫銀色 有一種是淺啡色 就叫金色 那個是很少的 可能生很多胎 才會有一隻 我當時見到那個女兒 沒有喜歡 但因為我工作關係 我沒有辦法 帶她回家 而且又要 貴了 那時候 沒有能力買她 後來 陰差陽錯情況之下 沒有做過份工了 然後 又 儲了一些錢 那我就 再回去看 她居然還在 那我就帶她回家 那我養了她 十四歲半 她在我 不在香港的時候 過世的 其實這次 Baisel 她也是 只是 差一步 我就不在香港 因為我其實 早幾個小時才回來 我之前是在大陸 那我摸她那一刻 我是以為我去摸 這樣摸她 我不知道她已經過了身 我立即敲門 叫我姐姐出來 沒辦法 發生這麼大件事 那 喊了她出來 她一聽到她 就立即哭了 不用拿貓袋 不用看她有沒有事 因為她已經走了 我想說 這幾天她走了之後 聽眾朋友 如果有聽開 都知道我是一個佛教徒 佛教的看法就是 在一個生命的結束 到另一個生命的開始 中間她有一個交接期 不是即時的 不是說我現在一死 我就立即投胎 是 有一個叫中陰身 中陰身 由於我們對我們的身體 是很執著 所以 她的靈魂 即是神色 我們叫做 離開身體 其實離開得很慢 人也是 動物也是 動物因為小一點 而且他們不會照鏡 不會自戀 我聽政空法師說 時間會短一點 但人 又貪美 又喜歡照鏡 又覺得自己很漂亮 很正 這種執著這麼強 她就是會長久一點 先說 喂喂喂 不要踩個螢幕 那個剝離的過程 就會很慢 所以 如果有親人 包括我的寶貝 Baisel 走也好 不要馬上碰她 給她十二個小時 或者更長時間 不要在呼天搶地 哭 在她旁邊 搖她 拍戲 那些 你為什麼扔下我 你這樣是會害了她 你會影響她 的 頭身 OK 所以有時候 你要哭 你最好躲起來 不要讓她看到 這是我做的 我沒有想過 因為她只有兩歲 多一點 我之前養過的女兒 Bimbo 是養到十四歲半 沒有病痛的情況下 在我不在香港 突然之間 急性腎衰竭 不夠十二個小時 就走了 所以沒有期望 Bimbo 是兩歲多一點 正直壯年 是會 突然走 那 這幾天 幫她安排 安排很多 對她好的事情 因為 我知道大家宗教 未必相同 天主教 天主教的做法 不同宗教不同的做法 我 因為愛佛教 所以我相信 我的信心 就是 她現在 我為她做的事 是會影響到 她接下來去哪裡 她自己是 投生在下三度 即是在畜生 她是 做不到 很多事情她做不到 只會靠你去幫她 就算人 家人死了 你也是沒有辦法 她自己死了 她沒有辦法去幫自己 做功德 或者什麼 所以人生在世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做 你盡量做 做善事 做功德 做多少 做多少 我想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發洩完這裏 我就會說回生童的事情 所以如果 當這個節目 是有聲書的人 可以跳過這部分 例如我爸爸過身也好 如果Bimbo過身 Baisel過身也好 她沒有能力自己做 你要幫她做 那 那 那些人在街邊 看到黑衣 就不給錢 說他們騙人 這件事我明白 我知道他們很多都是那些 詐騙集團 但是 我會給的原因是 她多五元 她也不會發財 我少了五元 我又會沒有飯開 是不是 那 我就給 當然你會說 可以說是 但是你是助長這個 犯罪集團 繼續用這個認識去牟利 但是我又想問你 你有沒有看過 那套 Slum Dog Millionaire 那套印度戲 就是 他們拐了小朋友回來 拐了他的腳 或者弄了他的眼睛 或者怎樣 然後 推他出去 去做 乞丐 他乞不到 那個金額 他沒有一個quota 他乞不到他回去 他被人打 他回去 他沒有飯開 那 其實 你給那個兩元 或者五元 你可以幫他 達到他的quota 是不是 是 是 就是 就是 好過他要被人打 好過他要喊我 是不是 不是個個都是 我們說 要搞輕斷食 或者斷食 你想吃 沒得吃 跟你自己自發性 還是不吃 是兩回事 那 對了 寶寶走了 我現在就 我有請 我的喇嘛朋友 有一位在菩提家爺 佛教的聖地 幫他做公燈 公燈在佛教裡面 是很有功德的 家裡也有 現在 另外一位喇嘛朋友 在我信仰的花教 你知 密宗未婚 紅黃花白的 花教的 薩家法王虎相 他是薩家法王的徐蟲 來的 是一個台灣的大學生 一個很年輕有為的年輕人 去了出家 他是國語很流利 另外有一位 是一個香港男生 很小時候 移了文去紐約 不應該用這個字眼 但是很英俊 很喜好 很好笑 好玩得 也是出家的 16歲的時候 英文很流利 國語很流利 廣東話很流利 他們現在就在薩家法王身邊 對於我們世界各地來的佛弟子 很有幫助 因為語言溝通得很好 現在翻譯完全沒有問題 那兩位喇嘛 一位是喇嘛公的 Tenzin 就是在菩提加耶 他本身在台灣住 他是尼泊爾人 去了台灣十幾 其實我想二十幾三十年 我寫錯中文字 他是會correct我的 其實很厲害的 西藏人其實 他們如果語言不通是一回事 但是由於他們的教育方式 他們是很厲害的 那麼 他就幫我在菩提加耶 幫菩提加耶 幫菩提點燈 然後 另外那位 就是 阿翁中尼拉 就幫我在法王的廟裡 接下來會進行法會 除了這兩個 我也有在其他寺廟裡安排 例如念四十九日的地藏經 幫菩提 我幫他印經 印佛像的畫像 還有些什麼呢 接下來會幫他放生 即是 地藏經 我之前做如是可聞的時候 我說我要講地藏經 地藏經 其實就是 尤其是 一個生命結束了之後 即是你家人過了生之後 你應該怎樣幫他 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 因為 他現在 在中心身裏面 他沒有了一個驅學 他飄來飄去 他很害怕 因為他不是一個 他熟悉的狀態 其實我們是要跟時間競賽 因為在他還未再投生之前 我們去幫他做最多的事 得到最大的利益 希望他有最好的投生 那我就一直跟他說 我說 爸爸你要走 你要去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你不要再輪迴 因為輪迴很痛苦 輪迴很慘 你要走了 乖了 我說你去那裡 媽媽遲些來找你 這樣 你一直要勸他 即是 放下 你不要再 不要再 掛念Parsley 或者Rosemary 或者掛念媽媽 你走 你放下 這樣 那你對 家人 其實都是這樣 我對我爸 在 兩年幾三年前都是這樣 一直跟他說 你要放下 你走 這樣 我會搞定的 所有事情都 你不要擔心 這樣 然後在49天之內 盡你能力做到多少 做多少 做多少 即是 以這些全部的善業功德 我說多一句 我就轉話題 即是 你做所有的事情 OK 捐錢 供出家人 OK 幫他印經 幫他念經 放生 放生 捐錢做善事 蒙生師食 所有餘事等等 做這些事情 你做的迴向 你就不要用平時的大迴向 OK 你就要 specifically 針對 細者去迴向 好像平時 就會說 願意志功德 莊嚴佛正土 但是 接著再說 OK 但是 現在我們就不會這樣說 我們就會 就說 所累積的功德 不論什麼都好 不論大小 全數迴向 被比 希望他能夠 促往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九本年花中化生 不退菩薩為伴侶 從此永斷輪迴之苦 這樣 因為 都是那句 他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他只有靠你去幫他 所以 你那個迴向 你要全部給他 因為 現在一分一毫 的功德 對他來說 都是自為關鍵的 OK 今天就cross over 這個如是我問 我不是 講得很好 因為 我不能夠很清晰 他講得很好 但是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 將來 去參加 譬如清明 從養 都會有些法會 那你們是可以 無論那個親人 包括我們的毛小孩 過了生多久都好 都可以寫 他的名字 在那些牌位上面 對 不需要說 他過了生一年了 兩年了 那就不敢寫 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 多久都可以寫 他無論現在 在哪裡 以及以什麼 形態的出現 他都會得益 如果你相信佛教那一套 因為佛教的輪迴 其實是 如果你認真想 其實是 痛苦的 這一生世 譬如 舉例 一個男人 他死了 他生前 他是走色犬馬 很喜歡女人 很喜歡錢 很喜歡名利 明文理養 但是 他死了之後 沒有家人幫他做功德的話 他就唯有 隨遇自己的生前所作的善業 惡業 業力牽引 扯他去不同的地方 他對他的身體 已經不再有主控權 他控制不到自己去哪裡 不去哪裡 怎樣做 他隨風擺樓 好像一塊樹葉 他會很害怕 他會很希望 親人、家人幫他做功德 因為他沒有能力做 譬如他生前 不做任何善事 不做任何功德 他現在知道那些事 死了就知道 但是 too late 然後他走去 跟家人說 都說不到 因為聽不到 中音生 跟在陽的人說話 是聽不到的 如果他是有福報的話 即是有福氣的話 他的家人 是懂得幫他做 那就 會好像地藏經裡面說的情況 他就能夠 改變了他的頭生 他就算跌了 大家例如跌落地獄 不要以為是很難落 是很容易落 或者是做了畜生 他都可以 提前 即是很快地 完結了那個 受苦的過程 地藏經就是講 地藏菩薩 在過去生世 他媽媽在地獄 他媽媽死了 跌落地獄 他一旦很孝順 他很想知道 他媽媽去哪裡 跟著他念佛 其實佛經裡面沒有講這部分 但我們知道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他一日念了三日三日 他已經正得 初地菩薩的境界 所以他可以去到地獄 親眼看到他媽媽的情況 然後他幫他媽媽廣作功德 他媽媽馬上超生 去到生天 生天是否好的呢 好過在地獄 但是一日輪迴 一日都是受苦 其實聽眾朋友 我自己 你回想回來的一生 是開心多還是不開心多 你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在一個 可能你不是 我弄痛一點說 都是在一個 各種的痛苦的煎熬當中 例如 我很想要那件事 求不得 求不得苦 得不到 譬如我很喜歡那個人 我沒辦法跟他在一起 是一種求不得苦 我很想移居日本 住東京 不行 不懂得說日文 還有 不知道在那邊怎麼開餐廳 還有可能要很多錢 沒有那麼多錢 天天在香港看著香港的新聞 很崩潰 很苦 你人生裡面 小時候就懵懂 傻子不懂 老了又懵懂 傻子不懂 要人照顧 中間 健康的時候 一樣有很多事情 是 不由自主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不是真的 你自己可以掌握到 除了求不得苦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苦 生離死別苦 好像現在 鼻鼻的離世 是不是痛苦 絕對是痛苦 但是與其沉溺在情緒當中 就是 天天哭夜哭 為什麼我六月之後 不再帶他去看醫生 我每個月都帶他回去覆診 就行了 或者是 我每三個月 六月看完 九月再去 那 可能事情會不同 與其在情緒裡面 自責 折磨自己 你不如做真的對他好的事情 就是 幫他廣作功德 所有各方形式 如果聽眾你們有這方面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你們未必個個都是佛教徒 如果你們有這方面的問題 你可以 問我 所以 Mansom Sam說得很對 不要回來 不要後悠 就是完成 不要再輪迴 輪迴 你做到人 你想想我們在香港 已經算好了 或者聽眾朋友在美加 在澳洲 都是好的地方 但是 因為 這個世界富裕的國家 裡面尚且有痛苦 更何況貧窮國家 還有 病苦人家 戰亂地區 所以 輪迴是 是很慘的 And again 我留在將來 如是我聞 才慢慢說 OK 但是對於我們的毛小孩 他是我們的家人 他跟你有這個緣分 我們當然要養他 養到他中老 養到他自然離去 同時就是 他死了之後 要妥善 去安排 他的中陰身 令他可以脫離 輪迴 盡你最大的努力 好嗎 而第一步 記住就是他過了身之後 不要馬上碰他 千萬不要 我這次 你打了他一下 其實 是不應該的 但因為 我不知道他過了身 但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真的不要碰 有他 十二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 他體積越大 你給的時間要越來 OK 好不好 好了 那我們可以轉話題了 但是在轉話題之前 我想去一去洗手間 你們有什麼想留言 想說的 你留言好不好 OK 等等 我還回去了 我還回去了 阿妮 沒有什麼 所以 我還給你 不要不動 我還給你 odor 你 我加了 你 不要 你 好 你先幫我拿桌子過來 桌子上的桌子 謝謝 OK 最後一句 聽眾朋友如果是有佛弟子的 希望你們幫幫忙 把你們的日收功課都幫忙回向比 Basil被比 好嗎 多一分力量幫她 她會有更好的頭生 畜生度是很慘的 你看她貓貓 是幸福的貓貓 她不是流浪貓 她在我家裡 我當時吃到她的孔 應有盡有不同形狀的貓枯筍 床 小屋子 食物 什麼都有 媽媽有食物 經常抱著 抱著 爽爽爽爽爽 但是 你想想她過去幾個月她生病 她能否告訴你 她能否跟醫生說 其實是什麼事 可能不只是 可能她不只是不開心 可能她真的 腎有事 先天 貓有很多有這個問題 那 她說不到 或者她要走了 她不捨得你 她都不會說 所以 聽眾朋友 如果可以 盡量 回向給她 還有 希望 我們所有身邊的 毛小蟹 都可以 盡似一步生 同生極樂國 即是 這個身體 這個生命緣的時候 就去 阿彌陀佛的 正土 不再有痛苦 OK Sorry 已經算好了 今天 昨天只在街上 都不行 我走了 我答應你們 我會去說 真痛的 等等 OK 那 阿肥仔 你過來這裡 麻煩 這兩瓶標本 大家看不看到這兩瓶 紅茶菌 看不看到裡面的菌毛 看不看到 上面已經生了兩層 肥嘟嘟 看不看到 漂亮 你最接近的 肥仔 可以拍攝嗎 你拍我騎樓 幹什麼 OK 大家看不看到 OK 看不看到 肥嘟嘟 兩層 我看到了 這裡也是 看不看到 這邊 Sorry 我這邊有點延遲 所以 大家看到了 OK 原來你真的拍攝到 肥仔 厲害 你 技術高超 你不要這樣 而且你看不看到 它有些泡泡在吐出來 OK 有些聽眾問 就說 什麼 可以放進去 你經常說噁心 壞到死 下面就是舊的菌毛 OK 對了 OK 電話回到三文魚上面 現在 三文魚是貓咕上來的 給牠睡覺 還有一隻蕉 我接下來還要幫牠買西瓜 還有那些籃枕 有秋刀魚 還有那條什麼 紅三魚 有聽眾問 牠說 生酮不可以有糖嗎 我解釋一點點 糖不是我們吃的 是給這幾個菌毛吃的 它就會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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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完之後 就沒有了 看看你給牠摺多久 會摺到渣都沒有 完全變了醋 我那些吐很久的 是吐到變醋 那我現在來到太好了 就是 因為我之前是 很多年前 講的2011至2014年 我在銅鑼灣是有間餐廳的 那 那 銅鑼灣的餐廳 那我當然 如果是 現在還有那間餐廳 我當然可以放上 魚衣甘藍 三文魚骨 草字牛 什麼都放在上面 連紅茶菌 什麼都放在上面 你隨時撒上去買就可以了 但是由於 那間餐廳 被無良業主 加了租 雙倍 然後我就血本無歸 什麼都沒有了 之後 那 我現在 就沒有了餐廳 你可以隨時撒上去買 這樣 好嗎 但是 我就讓我 找到我的朋友 可以讓我 放些紅茶菌 OK 在他那裡 讓大家 去 當作是取貨點 OK 取貨點 就是說 我現在只有這個尺寸 是一個大瓶 我看我會不會有小尺寸 那到時候 我就裝起 一枝一枝 就放在 我朋友的店 那你們 就可以上去 買 OK 那你記住 第一 不是他製造 所以不要連累到他 等一下又被食環署 說他什麼 無牌 經營 製造食物 什麼 無牌 食品製造工廠 他不是的 是我製造的 那我整件事 是想和大家分享 因為他有很多 Health Benefits 我上次只講了一個 我今天還講其他 Health Benefits OK 那我朋友的店 我現在講的地址 和電話給大家聽 他在銅鑼灣 他的店舖叫做 Radiant Love Radiant 即是光芒 Radiant Love 在銅鑼灣登龍街 小巴站 OK 景龍商業大廈 十六字樓 OK 他的電話是2838 2988 我朋友是純粹幫我看的 即是他沒有賺我錢 他也沒有 甚至他出了同事 去幫我 去方便大家 那所以 你們對他比較好 對他來說 上去之前 先給他電話打過去 那什麼時間可以去拿呢 就是星期一至五 1點半至7點半 那星期六天 你就打電話去問他 開幾點至幾點 好嗎 那我就會 裝一支支 放在那裡 那你們最好去之前 打電話過去問 還有沒有症 舉例 你想要兩支 那你問他有沒有兩支 好嗎 那你見到我兩支 其實 阿肥仔 你又要轉鏡子過來一次 不好意思 你看到 其實 瓶和鋼 比例 其實我不是裝到很多支給你們 而且這些 就是要長時間 不是說 我一擺 翌日就可以無限出產 你看到肥仔 Zoom Zoom了沒有 再Zoom 可以 你看到他差不多高 所以 而且我不會每次都可以用完 我要留一些舊的菌液在裡面 過來了 所以 先到先得 如果沒有 千萬不要發我朋友 或是發我 因為他真的需要這麼長時間 我又不是工廠 我都是自己 兩個坑仔 本來想要弄給自己喝的 但上一集 不知道做什麼事 拿出來說之後 我發覺 你為什麼Zoom到我這麼近 蛤 蛤 OK 好了 嚇死聽眾 接著 大家如果要的話 臭皮草 我到時想一想要多少錢一支 好嗎 我打算我會弄 到時可能兩個尺寸 現在放在這兩坑 吐了很久 是酸到猛攻都開眼 它簡直是變成醋 是有機自己吐的醋 那麼 你們回去就不要就這樣喝 你回去 你是要混合 梳打水 或者混合 清水 OK 如果你覺得酸到盲眼 也好 盲攻都開眼 你就加甜菊葉 即Stevia 或者羅漢果糖 好嗎 記住不要加糖 你記住這個節目是講生酮的 大哥 你千萬不要跟我加兩根砂糖 你相信我 你現在就這樣喝 是一點都不甜 是酸到崩潰的了 那我打算我可能再做另外一批 可能我舉例 兩瓶加兩瓶這樣 有兩瓶是不用發酵那麼久的 那有兩瓶就發酵了 變成紅茶菌醋 那大家就有選擇 Ming Choi問 用膠瓶可以不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的 我想問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很酸 那些是腸水來的 那些不是喝的 反眼 加片 加切片 大頭菜 煲 不明白 Anyway 如果醋的版本 就會貴一點 我相信 因為 要吐得久 要三個星期 下一個月才可以出到一次 其實我是每天會拿過去給我朋友的 這樣呢 每天裝 接著你 pick up 就是即日的事 你回去倒進玻璃瓶 因為我沒有玻璃瓶 我只有膠瓶 那如果是 Kambucha 即是 紅茶菌 而不是醋的話 那就沒問題了 Dominic Slow說 Kambucha Drink 5 times a week 自己煮 我繼續說紅茶菌的好處 好嗎 上一集說了 因為你的免疫系統 其實是在你的腸胃 所以為什麼益生菌那麼重要 這人就是益生菌 最豐富的益生菌 多到你不肯 他可以幫助身體對抗發炎 跟你們說過 which is 所有疾病的根源 包括心血管疾病 包括cancer 包括糖尿病 包括 Autoimmune disease 我有一位朋友 我不打開他的名字 真的是朋友 他 生紅了一個月 其實我很想給他的錄音 但你可能會拍到他的聲音 暴露了他誰 所以就不行 我就唯有說了 我唸給大家聽他的メッセージ Blood test results fasting sugar cholesterol plus triglycerides are all back to normal rang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跟著 need to bring down BMI a little more 如果所有的 readings remain normal for another 6 months 他可以 start reducing or even removing all the medications for the 3 highs 三高 大家明白 他吃了很多年的藥 還有他有免疫系統的疾病 Autoimmune disease 有糖尿病 膽固醇 三酸金油脂 全部都高 但是他生同一個月之後 全部正常回復 而他做這個Blood test 其實是三個月的指標 但是 只有一個月的差別 已經足以把整個平衡 拉低到 屬於normal range 所以 其實 他很快很快很快 就不需要再吃藥了 因為我講過很多很多很多次 我們是不需要吃炭水化合物的 我們的身體 現今的營養學 醫學 都是說 身體 是沒有必須 碳水化合物 只有必須 按基酸 必須 脂肪酸 因為你沒有必須 脂肪酸 你是 沒有辦法 合成不同的維他命 你身體沒有辦法 用到那些維他命 例如維他命A 維他命E 維他命D3 維他命K2 這些全部和心血管 並有關 所以 為什麼過去幾十年 這麼奇怪 為什麼這個 low fat high carbs diet 盛行之後 會有一個叫做 Obesity Epidemic 即是 人們瘋狂地肥 有數據的 即是說 以前 可能十個有一個肥 接著變成十個有三個 現在是一半的了 接下來會是三分之二的人 會是癡肥 反而瘦或正常體重的人 是少數 I'm not talking about Supermodel 的身形 我是說 健康 正常的BMI range BMI 是否一個很好的指標 不是 因為它只是高度 和重量的比例 但是 它裡面當然有很多偏差 例如你肌肉多的 55kg 和 純脂肪的55kg 是兩個尺寸的 看上去 肌肉是 纖瘦 幼 和一條 脂肪是一塊 一塊 一塊球 所以 BMI不是一個很好的數據 不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指標 但是 就是 就算我講 這些 就算 連BMI 這些 不是最好的指標 接下來 那些人都會 大部分是超重 和 甚至是 癡肥 not even 是簡單的超重 Ivy Mosey 已經回答了 這些問題 麻煩你聽一下 臭屁醋 我相信和 紅茶菌醋 是不同的 所以 是兩個 普通的醋 例如你用水果去吐 是另一種 但是 這是紅茶菌 紅茶菌 是很神奇 我接下來可以說 其他好處 我想 醋就是醋的價錢 對 紅茶菌醋 就是醋的價錢 然後 另外 就是 紅茶菌 就是你這樣喝的 可以 那也是另外一個價錢 當然會便宜很多 一個是快很多 OK 四倍的分別 好了 那接著 它有 Kambucha 紅茶菌 有八大好處 我現在就 一輪嘴 告訴你 你看看 就是 它裡面因為 有很多的抗氧化劑 記得我上一集說 抗氧化劑就是 你有個很恩愛的老公 帶你同時有個子責的老公 因為你要慎防 那些狐狸精 過來搶老公的時候 不要搶到你真的老公 破搶 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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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收服不了 所以為什麼 我們需要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就是指責老公 隨便我給你拿 所以 我們說 紅茶菌 它的好處就是 它裡面是很豐富的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是 可以幫助身體 降低發炎 而它的抗氧化劑 是比起 你吃的軟狀 粒狀 更好吸收的 而我們最怕的 就是 游離機破壞 我們的DNA 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 就是每天都吃一些 快餐 還有生活裡面 喝水有原水 水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chemical 例如 Fluoride 是不是叫Fudd 陸氣 是不是陸氣 還是Fudd Anyway 誰知道我講什麼 Cloride 這些都是會 對身體構成壓力的 身體有壓力 它就是會 逐步形成一個 漫長的慢性的發炎狀態 其實我之前也講過 腎上腺 記不記得 就是 腎上腺就是manage壓力 但是 我們要不斷地給壓力 所以連腎上腺都無法處理壓力 它爆煲 你就整個身體塌 所以我經常都說 海鮮是要吃的 我不是叫你吃油水的 我絕對不吃油水海鮮 因為是宗教原因 但是 海鮮有很多minerals 另外海藻也有很多minerals 是幫助你的身體 幫助你的腎上腺 繼續manage stress 還有我們說adaptogen herbs 就是中醫所講 軍神佐氏裡面的軍的中藥 人參 蟲操 紅景天 這些都是軍的中藥 亦都是我們叫做daptogen herbs 就是 固本培圓 幫助你的身體 有能力 去 有元氣 去面對 種種的 外邪的入侵 好 好了 那麼 本身紅茶 是沒有抗氧化劑 怎麼說 紅茶有抗氧化劑 但是不是那麼高 但是因為它在發酵的過程 吐的過程裡面 它多了一些新的抗氧化劑 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才出現的 OK 做什麼 做什麼 對了 一個叫glucaric acid 上一集提到 是不是 跟著有gluthathion 上次也有提過 就是mother of all antioxidants 是所有指責老公裡面 最強的那個版本 OK 它是可以保護到 我們身體裡面 任何的細胞 包括老細胞 神經細胞 DNA細胞 因為不是每種抗氧化劑 都一樣的 例如維他命E 維他命C 那些又不及 例如assassethin 那麼好的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我找到 我下次再解釋 但是 甚至於assethin 都不及gluthathion OK 那我上次 我忘記有沒有提過 很多cancer patients 找我 那我煮一頓飯 教他們做 教他們怎樣吃 要做些什麼 的同時 我是會推薦 要做咖啡灌腸 但是 我見很多人都不想 或者是覺得 不知是什麼 或者是什麼 就很反感 不想做 覺得不自然 或者什麼 但是我想說 我在這裡 我講一句 我找一天 我會再專題講咖啡灌腸 但是 可以保護到你的正常細胞 不被轉化成癌細胞 最好的方法 其實是做咖啡灌腸 因為咖啡灌腸 可以令到你的身體 產生三百至五百倍的gluthathion 就是保護健康細胞 不被其他的入侵 包括癌細胞的入侵 所以 如果你是覺得 我什麼都不理 總之 我粥粉麵飯 我照吃餅乾 Bagel 蛋糕 我照吃 我就做化療 那 我完全講的事情 你不用管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 既然醫生 他沒有在癌症的飲食上面 給了任何的advice給我 而 Ketogenic diet 就是生酮飲食 是一而再 再而三 這樣被proven 是對癌症 是有抑壓 甚至 倒絕 改善 In a lot of cases 是完全療癒的作用的話 你要行生酮飲食 我就拜託你 pair it up with 咖啡管腸 因為 癌病是一個 和時間競賽的病 你不要單靠一件事 我不阻礙你做化療 但是如果你 因為你做化療 也要吃飯 那你與其 吃一些 沒有在科學上 證實可以幫助 病的飲食方法 你不如試一個 知道對癌細胞 有抑壓作用的 生酮飲食 但是 咖啡管腸 是同樣重要的 所以 拜託 不要 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 dismiss 了它 這件事是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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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只是cancer patients 例如你有濕疹 OK 你有 autoimmune disease 紅斑狼瘡 乳酸 乳酸 等等 或者你只是單純地想 皮膚好 或者你的肝是不好的 譬如有脂肪肝 乳酸 等等 肝酵素 指素出來 這麼壞 那些 你都應該做咖啡灌腸 你的膽不好 譬如有膽石 你都應該做咖啡灌腸 咖啡灌腸 不只是令到你的gluthathion 的生成 突然之間 暴升 OK 之餘 它都幫助你那些 膽汁 去 吞出來 即是 舊的膽汁 帶了很多毒素 去裡面那些 去排出來 自己家裏做的 很簡單 坦白說 我也有做 那我覺得 作為一個 不小的中女 我 也是那句 我算是這樣的 現在在你面前 我不用化妝 我上鏡 你又不見得很害怕 被我嚇倒 那 試一下 咖啡灌腸 如果是cancer patients 麻煩 一定 一定要做 OK 好了 剛剛講了gluthathion Glucaric Acid Gluthathion Catalyse 還有 這個很難讀的 Isorhamnitin OK 是 都是 在 他 紅茶館的 偶的過程裡面 生出來的 那 如果我講 Isorhamnitin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但如果說 他的 另外一個名字 或者 他的 怎麼說呢 他的 上一級 是 因為他 再進化了 他的上一級 叫 Querc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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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 壽命的延長 即長壽 Long life span 以及 Massive anti-cancer properties 是有關的 是在一個2016年的 一個 medical finding 裡面看到的 所以現在 你是有Quercetin 的 supplement 那 我都會推薦 這些 supplement 但是 你與其吃粒粒 你不如喝紅茶菌 是啊 OK 那 接著 說過 第二個好處 就是 幫助你的長度健康 長度呢 洋蔥素 OK 謝謝Alan Liu 謝謝 咖啡罐場 乖乖的 等我 下一次說 我今集 用了半集時間 走去說 我的兒子 我下次會再說 OK 那麼 所以 它本身是一個 很有力 很powerful的抗氧化劑 在裡面 同時它裡面有大量的益生菌 而這些益生菌呢 它是 是可以幫助你的長度 衛逼的修補 可能你會覺得很丟頭 但你不要以為 那個衛要簡 你的衛如果簡性的話 反而出很多問題 你看到老人家 很多時候說 哎呀 都是吃軟一點的東西 吃一些容易消化一點的東西 肥仔 你幫我抓 趕一下Curley 因為那裡是 鼻鼻走的地方 我不想它蓋住 謝謝 OK 老人家譬如說 吃魚呀 吃不到紅肉 因為紅肉的纖維 難消化一點 但為什麼年輕沒有問題呢 因為 跟大家 理解有些不同 反而 是因為 老人家的胃不夠酸 是啊 你當你的胃不夠酸 的時候 那些害菌 嘩 發財了 不斷亂生 所以就有Candida 或者叫Candida 就是胃裡面那種衰菌 胃酸倒流 就跟它有關 即我爸 我爸那時候 幾年的胃酸倒流 醫生不斷開藥給你 他肯定開心 大約四五十塊一顆藥 你就吃了 那 但是 對了 Sorry 我先看看你剛剛說 對了 但是我爸就是 剪掉了澱粉和糖之後 還有增加了油脂 例如橄欖油之後 他的胃就好 是不是 就不再出現胃酸倒流的情況 OK 好嗎 那 所以其實 這一種的酸 是你自己控制到的 譬如 如果你是要醋的版本 那 你回去 你要對清水 或者梳打水 然後 很酸 一天是醋 對 就自己加甜菊葉糖 OK 所以你外面 我不是想賭銀米 但是你不要買外面的醋 那些果醋 是甜到那個點 你不如不要喝了 你明白嗎 你抵消了它的好處 你要甜甜的 我明白的 我喜歡喝甜甜的 但是呢 你要用的是甜菊葉糖 而不是 它一味在吹噓 說它的醋有多好多好 但是同時裡面有大量的砂糖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自己加吧 OK 有些研究 有些研究 是指示 就是Kambucha 即是紅磋菌 有 預防 和 修補 Heal 這個胃 和腸 那些 Ulcer 即是胃 潰癢 那些胃穿孔 是不是叫穿孔 就是 好像有個胃脂 在胃上 是有這個 那些是Research 我有Research 那些Paper 我有的 我可以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不相信我 也不要緊 還有你喝下去 它那個好的菌 會幫你打死那些壞菌 會 Restore回來的腸裡面那個 好菌壞菌的比例 那你說 喂 但裡面都是菌 那是不同的菌 不好的菌 就叫做 我們叫它Bacteria Bacteria 其實分好和不好 好的那種叫做 A Pathogen A P A T H O G E N A Pathogen 而壞的那些 就叫做 Pathogen 沒有了A OK 那我們需要 用好的去打不好 而不要一味 就用消炎藥 我殺了一些不好的 我殺了它 殺了它 如果 女生就更加清楚 就是 譬如你如果有些什麼 發炎 比如喉嚨發炎 或者不知道什麼發炎 你去看醫生 醫生開消炎藥給你 which they do all the time 那 吃了幾天的消炎藥 你有機會會有 你明白 女生的發炎 OK 女聽眾就會知道我說什麼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消炎藥 堆垮菌 什麼菌都堆垮 包括一些維持健康現狀的 好菌 都堆垮了 所以就會發炎 明白嗎 那女生用那些 這樣的情況下 會用一些塞藥 你知道我說什麼 那些塞藥 其實就是好菌 明白嗎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補充好菌 明白嗎 OK 我繼續說 有問題繼續留 我等一下會看 OK 然後我繼續 我先說第三個 挺恐怖 它不止對你的腸胃健康好 它也可以幫你補充維他命B 維他命B很重要 你記不記得我說過很多次 維他命B很重要 為什麼 為什麼老人家膽固醇會高 which 但是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larm of 不需要害怕的 為什麼年輕人膽固醇不高 反而老人家膽固醇會高一點 因為 你的腦神經需要膽固醇 你的腦神經系統需要膽固醇 你的性害耳蒙 需要膽固醇 為什麼需要膽固醇 因為是他們去做的 你身體每一個細胞都會做膽固醇 包括你的肝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7 成 但是 你只是有膽固醇 但是沒有維他命B 它怎麼合成 那些 sex hormone 所以維他命B 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OK 那 guess what 紅茶粉裡面 就有很多維他命B 我們的飲食裡面 缺少維他命B 對我們的神經系統 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覺得 個人很累 精神不太好 還有 如果你身邊有疾病 或者焦慮症 其實 飲食上面 幫他補充多一點的維他命B 是好的 那維他命B 有什麼渠道有呢 紅茶粉 Kambucha 第二 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做 Nutritional Ease Bruise Ease 兩種 其實都是有很豐富的維他命B 那這些你都可以去 加進去的食物 那 另外 就是你可以買維他命B的 supplement 那我就盡量買液體 就是我不想要膠囊 因為你的胃要消化膠囊 他也要做事 那你不要讓自己身體 這麼大負擔 喂喂喂 貓貓貓貓 跳上去 所以我就是 這就是 Liquid的維他命B 那我現在和我剛才說的朋友 談 我可不可以 跟他租一格位 那我就放我推薦的那些 supplement 連紅茶菌 連椰子油 都放在那裡 那我又問過他 可不可以放 乳衣甘藍 那些呢 或者是 嗯 斷了 我 我在這裡斷了 你看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但他不會斷的 我按了就沒用了 這麼多人害怕 你們有沒有人在啊 這麼恐怖 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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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還是算了 是不是真的還在呢 咦 不 沒事沒事 沒事 還在呢 OK 沒事 還在呢 OK 在哪裏買Stanley Out 聽之前 說了 乖 我找了個朋友 給我 放在他那裡 當是取貨點 好嗎 那你們 記得要很nice 因為你們不nice 他嫌麻煩 他就說 不行的 因為他沒有收我錢的 所以 你們 一定要很nice 知道吧 OK 對他本人 Nerissa 和他同事都要很nice OK 千萬不要麻煩 好了 他 在說維他命B 對不對 我們其實 有時候買的 維他命B12 B12 是吃齋的人 往往都不夠的 B12 None to be 只有動物成份才有的 有例外 就是剛才所說的 紅茶菌 很多維他命B vegetarian supplement 即素食的維他命B 雜 其實就是用紅茶菌 作為成份 作為原料 OK 我知道你們 大部份的精神科醫生 我都認識一些 以及大部份的西醫 即所謂的主流醫學 是不會認為 Depression 和Leaky Gut 有關的 我說什麼呢 就是說 他們認為 有個病 有symptom 我歸類了的symptom 貼上了 label 我給你藥 到底是因為什麼引起 並不重要 這是現代科學 現代醫學的角度 但是我讀的是 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and Nutrition 所以 我們就是 最重要的部分 不是 我將你標籤化給你藥 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是找到 到底是什麼事 令到你病 病因 源頭 是什麼 由那裡去搞 而那裡 相信我 一定不會是因為 你沒有吃藥 你不會是因為缺少化療 而生癌症的 你不會是因為缺少糖尿藥 而有糖尿的 明白嗎 所以 我們的看法就是 Leaky Gut 即是說 腸裡面有很多 一條條的蛹毛 但吃得太多消炎藥 蛹毛就 就死了 變成蛹毛 不是黏黏黏的 就是 選得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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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些東西怎麼吸收 就吸收不了 而且 東西就會 塞在那些瓦裡 就會一直發炎 你明白嗎 Depression 在我們的角度 其實跟Leaky Gut 有關 所以 幫助抑鬱症 你都要注重在腸道健康 你記住 你的免疫系統 其實七八成 甚至九成都在腸胃裡面 所以腸胃是很重要 很重要 2012年有一個 Research 大家去找 Bio Polymers and Cell 他們探討了 Kombucha 是一個 Functional Food Product 還有它裡面 它有什麼作用 他們發覺 它是有 好笑 好像一個 僑良 Between 腸 和腦 他們發現 在那個Research 裡面 是可以減低 Depression 和焦慮症 的影響 他們甚至 是Suggest 給太空人 和 礦工 去Recommend 他們要 吃 喝 因為他們的環境 是令人很容易Depressed 對 OK 看看你們說什麼 有沒有人說話 正常無斷 OK 為什麼你們留言 最多 就是 在我問你們 OK 的時候 你們 平時又不說話 為什麼 真的 第四 第四 就是 它對 廢話 哈哈 好笑 但是這個是大陸的科學家 所以你們信不信你的事 OK 他們發現原來 索紅茶菌 即是 肥仔 塞個鼻子去問 索紅茶菌 OK 是 可以幫助肺消炎 所以 你喜歡聽就聽 不聽就算 是的 我不知道 是的 這件事有多 喂 我天天對著它 你不會覺得我不是在索 索到爆了 好了 接著第五 是一個 抗菌 抗菌 你覺得 拋頭 它整個東西都是菌 為什麼你說它抗菌 因為都是那句 Pathogen 和A pathogen 是不同的 好的菌和不好的菌 是不同的 OK 都是那句 有一些 的 lab studies 就發覺 它對 幾種的病毒 是很有用的 就是 殲滅 堆 這樣 在美國 有一種病 是一個 食物中毒最常的 成因 它不是英文 我怕我讀得不適合 被人笑 但我都要照讀 就叫做 Gillian Barr Gillian Barr Gillian Barr Syndrome 就是你的免疫系統 攻擊你的神經系統 現在FDA 在研究 Kambucha 紅茶菌 是不是 可以 在這方面 被製成藥 你知道它們是管藥的 食物也有關 但是 在藥物上 用它 因為 它對於 食物中毒 就是剛才說的 Mama syndrome 還有對於 例如 生蛋 那些叫做 Simulina Salmonella 這一種的病 它特別有效 所以 接下來它可能會變成藥軟 有說了 你也看不到 好了 繼續 OK 第六 糖尿 Surprise 對糖尿有用 我其實不是很肯定 為什麼 我很坦白跟你說 我不是很肯定 為什麼 但是 它 seem to and again from lab tes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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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上面發現 它對肝和腎的 function 是有幫助的 而糖尿病人的肝和腎的 往往是比正常人要差的 所以 所以 就是看到是這樣的 但是 它直接連帶關係 是不清晰 但是 是有幫助 是的 我覺得 如果你是真的糖尿病人 你當然要生酮 因為你生酮 你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低了 那 你的胰島素 就不需要分泌這麼多 那你給的時間 你的胰島去休息一下 大佬 還有不夠 就不夠 不要 不斷地吃藥 我一向都不推薦吃藥 除非我是 沒有辦法 by the way 例如我星期六沒有做禁室 我不是真的病到 死人倒樓 要入醫院 不是那些 但是因為 因為我工作關係 很長時間 還有 要煮很多東西 那些 客人可能 喝酒喝很久 玩很久 那變成是 可能 by the time 我做完事 我已經散了 那天 我沒有辦法坐在那裡 再說 可能一個多兩個小時 所以就請假了 那個原因可能是 頭很痛 或者是 哎呀 我的頸很緊 所以令到我的頭很痛 這樣 就不是說 那些 你們會擔心我 說有什麼大病 我不是的 只不過是 一路 成病 不是成疾 成病 即是 很快就沒事 over night睡了 第二天就沒事 這樣 好 接著 心肺功能 因為 Kambucha 是可以降低 三酸金油脂的水平 那 如果生酮的人 其實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的三酸金油脂 就是你的身體 會拿去 幫你生酮 就是三酸金油脂 拆了出來 就變成Keytone Body 就是同體 是不是 你的身體 那麼多年 你一直吃 Carbs 飯 麵 烏冬 蕎麦麵 蛋糕 麵包 就是這樣吃 然後 那些胰島素 就幫你儲脂肪 儲脂肪 儲到 整個肚子都是 整個肚子都是 什麼時候用 你不吃東西 斷食 不就用 不就生酮 不就用 生酮 生酮 不就會抽出脂肪 會抽出脂肪 鏈出來 OK 就是三酸金油脂 拆拆拆拆 拆拆拆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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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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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你看到壓力0.5了 滑以上 OK 你就很開心地生酮 接著 這隻BHB的下一級 即下游 便去到尿酮 尿酮再緣 變成氣酮 所以最準確 一定要測血酮 尤其是 cancer patient 和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有cancer patient 你們想見我 見面 我煮一頓飯仔 教你怎樣做 你們不要當我私房菜 不要弄到我被人告 是我和你share 我教你怎樣做食物 我教你什麼食不食 我教你的同時 我會指給你吃 讓你知道有什麼 順便可以教你 其他要留意的事 我不會只講生酮 例如cancer patient 我會叫你作為咖啡灌腸 Please don't say no Please do it 我叫Please 因為 再說一句無謂 再回頭說 我是一個佛教徒 我是一個佛弟子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 佛教 是法縣要救到所有眾生 所有 包括我看不過眼的 那些在亂地 Winnie the Pooh 打壓 愛好民主自由人士 還有殺人放火的壞人 佛教 佛弟子 法縣 是所有眾生 無一遺留 每一個都要救的 所以 就算你是一個壞人 我都不可以 不理你們 你明白嗎 但是你們 直接一點 譬如你想約我見面 那我煮飯仔 教你 我意思是 你不要走進我的廚房 我最怕人進我的廚房 貓我也不喜歡進廚房 怕他會錄傷 但是呢 我會煮好 然後逐碟拿出來給你吃 然後我跟你說 裡面有些什麼 怎樣做的 有些什麼 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 然後談 譬如你想談 咖啡罐長也可以 你是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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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可以嗎 那我就告訴你 可以 食物材料費 加工費 譬如 學費加起來 是多少錢 你放心 不會天文數字 不會的 這樣 這樣 就確認 OK 這樣就完成了 千萬不要來來回回 搞好多次 因為這樣 你一煩 我就會扔下你了 因為我太多事情做了 OK 好了 這樣 繼續 最後一個紅茶菌的好處就是 幫助你的肝 你知道肝是西醫的角度 不是中醫的角度 就是隔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還有製造膽固醇 所以你要好保護你的肝 你不要傷害你的肝 例如煙、酒也是傷害你的肝 還有果糖 你們知不知道果糖比酒精更傷害肝 你知不知道除了酒精以外 果糖就是脂肪肝的元兇 我找一集說 OK 所以 爸爸媽媽 不要以為你不斷給果汁 你的小朋友喝 是好的 如果我會生兒子的話 不可能 老婆生豬 但是 我不會給我的小朋友 接觸 粥粉麵飯 餅乾蛋糕 汽水 那些 不會 小時候可以給少少藍瓜 少少紅菜頭的食物 沒問題 OK 但是不給其實都沒問題 我也是那句 那愛斯基摩的小孩子 怎樣 如果是不行的 不會有這個愛斯基摩 還要逐 對不對 還有我也舉過一些例子 比如中美洲 非洲 有不同的部落 是完全不吃菜 人家六七十歲還有腹肌 人家高過同一個地區 吃菜的人 男的高六寸 女的高三寸 是的 因為你的身體 需要的兩樣東西 就是必須安基酸 必須脂肪酸 是沒有必須碳水化合物 是的 但是 礦物質的補充 是很重要的 大部份人都沒有跟你說 包括你的醫生 但是我一直都在那裡 你所謂你信我 是一個真的佛弟子 不只是一把口說 我是 沒有辦法 發了願 要救渡所有眾生 所以呢 現在硬著頭皮都要做 OK OK 紅茶菌 對肝臟也好 因為它裡面的抗氧化劑 可以幫肝臟修補 幫它修復 你知道肝臟很神奇 你割了三分之一 割了一半 甚至剩下三分之一 它都可以自己生出來 它是一個重生能力很強的器官 但是它都會有overdose 比如重金屬的overdose 所以 你需要咖啡灌腸 和喝紅茶菌 去幫助肝臟 面對食物污染 圓水 不是圓水 都是東江水 還有我們現在吃北便利 受污染的蔬菜 和肉類 裡面的水 很大機會都是重金屬的 OK 上一集說過了 就是 香草其實是幫助肝臟排毒 記得嗎 好嗎 什麼都不給吃 幸好沒有人做你弟弟 哦 可能稍後有 你不知道 是不是 可能我的小孩養得很健康 健康過你的那些 到時就看看怎樣 有沒有這一天 我也不知道 OK 我只知道我的貓BB OK啦 肥肥伯伯很英俊 聽眾 如果大家同為佛弟子 幫忙回向下給小鼻鼻 他現在剛剛都是兩天多 未夠三天 好嗎 靠大家 他的名字叫Bezo 麻煩大家 幫我一齊回向給他 念阿彌陀佛也好 念Omoney Mekong也好 或者是你平時做的任何功課 都很感謝你 如果你願意幫忙回向給小鼻鼻鼻 好嗎 OK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呢 就 有什麼問題 不如約我吧 不要留言 然後我再提多一次 你們要紅茶菌 或者紅茶菌醋 可以去我朋友的店 在銅鑼灣 燈龍街 小巴站 那棟大廈 叫做景龍商業大廈 十六字樓 電話二八三八二九八八 那我稍後出個帖子 我會寫完的了 你們記住 在星期一至五 一點半至七點半 不要早上七點走過去 人家沒有開門的 也不要晚上十一點去 人家也沒有開門的 上去之前打電話去 問一下 還有沒有 如果你想要一枝兩枝 不要緊 你先打電話去問 確定它有了 你先上去 好嗎 拜拜